小动物能够有什么坏心耳呢? 诶,错了啊 它们的心耳夺得很啊 尤其是在找对象的时候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在北欧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呢 有一种叫做流苏域的鸟 熊鸟在求我的时候会展示脖子上 漂亮的流苏状的羽毛 就像是在模仿猫王 它们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希望用漂亮的外表来打动异性嘛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熊鸟 都有着这样漂亮的羽毛嘛 诶,它们该怎么办呢? 耍心耳呗 选择当女装大佬 由于没有华丽的羽毛 它们长得很像是雌鸟 就会偷偷摸摸地混入到鸟群当中 假装自己就是雌鸟 一边接近其他熊鸟的伴侣 敲咪咪地抢走别人的胜利果实 既不需要费力地展示自己 也不需要与竞争对手去硬碰硬 哎呀,是不是坏到家了呀 除了刘淑玉 年轻的雄性扁身环伟希 也采用了这种策略啊 这些女装大佬也是长相平平无奇 哎,和雌性呢是很像的 跟其他成熟雄性的色彩斑斓 引人注目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啊,当漂亮的雄性跳来跳去 去捕捉食物的时候呢 女装大佬就会去找雌性捧捧运气了 她们虽然看起来像雌性啊 才会使用这种策略 等她们真正完全成熟之后呢 身体会更加的强壮 体色也会发生变化 就不需要再用这种策略了 等于说啊 它就是一种早恋的技巧呗 哎,还没完啊 还有一个 雄性显性物贼 它则稍显不同啊 因为它们是半个女装大佬 它们以身体中线为戒 一侧是男装 一侧是女装 它们在面对雌性的一侧呢 会释放出求偶信号 而在面对雄性的一侧 则展现女装 已骗过喜欢搅局的雄性了 当然 这种骗术还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当在场的雄性比较多的时候 哎呀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然后就会会心的一笑 小样 谁还不知道你是装的 所以啊 它只能是小范围的用一用罢了 除了以上这三个例子 在这本BBC 生命之色 动物眼中的世界中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更多动物的心机了 这本书啊 是BBC震撼星座 生命之色的同步图书 纪录片本身可以说是 被誉为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的 大卫爱登堡 65年来的圆梦之作 地位是相当之高啊 而回到我们的图书里面呢 制作团队精选了 纪录片中的200多幅图片 邀请了英国权威 动物学家执笔 结合领域中的新研究成果 与20年来的考察发现 才呈现出了这部精彩万分的 动物世界版的全力的游戏 通过本书 我们能够解锁 人眼和动物眼中的世界 到底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是家里面有娃的话 我尤其推荐你和孩子们 一起来看看这本书了 给他们提供一个观看 身边世界的新视角 然后开启一段 宝贵而有意义的发现之旅吧